施政报告就是2024年10月16日 八字就是夹晨年夹衰月季丑日 我记得当时行政长官一踏入议事厅 议事厅11点01分 我们当午时即是季午时 这个晨年衰月就无可避免 即是他在寒露月讲施政报告 又不能够太早又不能够太迟 好了 但是在季丑月加个冒午时 我就觉得有些微中不足 如果他能够选10月17日 即是迟一日 即是迟一日 都是用午时的话 如果在周吉学上来说 就是更加好 好了 不要说了 16日不说了 是吧 有些什么反应呢 在看片之前 大家记得分享赞好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这个小钟 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Fiance你好 哈喽师傅你好 是 来到我们《一字记之日》第202集 今天的题目是金字 嗯 嗯 嗯 最早的工作已经要推行的了 那他说呢 就是将会与内地探讨 将黄金产品 是 要翻开呢 就三百八十页 那你呢 就做了一个的九运前瞻 那而在第六点那里呢 是 他提及了就是 黄金作为金融资产的作用呢 将会越来越受重视哦 是啊 那就是说 又应验多一次呢 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呢 有很多东西呢 都是应运而生的 啊 师傅啊 讲开金价好像又创了新高哦 是啊 就我记得呢 就是在10月18日 10月18日呢 星期五呢 金价呢 就当时呢 就创了个新高的 就是二千七百二十元美元一盎司的 那 看一看 今天现在 好啊 今天是10月22日嘛 是啊是啊 看看先 看看今天的价钱 好像是不是又升了啊 是啊 那就看回图表呢 曾经呢 是去过二千七百四十元的 现在呢 就是二千七百三十元美元一盎司 哇 真是升得很教官啊 师傅 我还记得呢 是 在年头的时候呢 我们的节目就访问过清姐 是啊 那也都呢 就访问过帝封金融的李晋康先生 哇 他们两个都会完全跟你一样 在当时呢 在年头和清姐做节目的时候呢 就是大约是二千美元一盎司的 哇 现在已经去到二千七了 真的 我都是当二七二零啦 是 那样 那都开心啦 都成超过三十个percent的啦 三十几个percent的啦 都很开心啊 嗯 那师傅 其实呢 黄金不停上升 是不是一件好事来的呢 赚钱的人 就是觉得好事咯 那我也觉得好事的 不过 如果真的要认真地说的话呢 其实黄金这样升法呢 真是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就是代表世界 那个局势动荡啦 那但是 那大家都要自求多福 那为了保障自己的个人资产 做一点点 个人投资都 无可厚非的 我想你们好像都应该会觉得 未来可能会去到三字咯 我 已经将自己的 心目中的价呢 调高到三千元一盎司的啦 嗯嗯嗯嗯 好啊 那大家 理财的事情 都是要自己审慎去考虑啦 是 师傅刚才呢 你就讲了施政报告啦 是 那有没有看一下施政报告的八字先 当然有啦 那这个就关我事啦 那就施政报告呢 就是2024年的10月16日 那那个八字呢 就是 夹晨年夹蜀月 季丑日 那我记得当时呢 就是行政长官一踏入去 那个 那个 议事厅 那里呢 那就是 11点01分的 那我们当午时啦 那就是呢 就是呢 就是季午时 那 那就 这个 10年建议月呢 就无可避免的啦 就是他在寒露月 讲 这个 施政报告 又不能够太早 又不能够太迟 那 好了 那就 但是在这个季丑月 加个冒午时呢 我就觉得呢 有点微中不足 如果他能够 我選擇10月17日 即是遲一日 是的 遲一日 都是用五時的話 如果在周吉學上面來說 就是更加好 好了 別說了 16日不說都說了 是吧 有些什麼反應呢 如果單純在日課來說 我就會看到有四句說話 我可以寫下來的 第一就是有心無力 第二就是陽奉陰違 第三就是致大才疏 第四就是理財獻徵 這個就是純粹在周吉學 擇日學裡面一個這樣的評語 OK 所以有時候 可能做這些這麼重要的公佈 真的擇一日 都可能真的會影響了整個局勢和環境 我就一定擇一日的 這麼大件事 這個就是如果 我也沒有可能我會做到香港特首 師傅 接下來大家在之前都傳承熱話 就是我們講的熊貓熱潮 我們剛剛來了沒多久的安安和可可 海洋公園說要去命名給他 是的 提提大家了 10月27號就截止了 大家一起成為我們香港人 就不如支持一下 為他改一個比較特別的名字 我覺得身為香港人的 即是身為香港的一份子 應該要參與 積極參與 另外師傅說 講開動物 你也有提及過 今年我們特別關顧著狗狗的新聞 有啊 尤其是這個月 有很多fans 他們作出了很多回饋的訊息給我 就是說 師傅 我這個月 家裡的狗狗有很多病痛 很多事 情緒很不穩定 其實這個是一個 香港地區的一個 預兆來的 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在10月8號 就是立韓路那天 香港新界發生了一宗小新聞 就是說 有個流浪狗咬傷一個徒人 其實這個小新聞 其實都是一個預兆來的 那就是說這個寒露月 對狗狗的情緒 確實是 他們會受到騷擾了 因為神率一衝 神連就是龍 蜀月就是狗 所以呢 建議那些狗狗的主人 多些留意自己狗狗的情緒 還有如果你們方便的話 都可以用回我自己 獨門炮製的沉香水 沉香淨化水 多些沉淨他們的情緒 是有幫助的 嗯 那大家呢 愛狗之人 你特別留意一下 另外師傅 又問一下你 最近也都有一單幾重要的新聞 就是呢 在動植物公園 是 先後呢 無端端的死了十一隻猴子 是啊 真是奇怪 那全部呢 其實呢都是價值連 我看新聞 有人就說 說 跟玄學有關的 師傅你怎麼看呢 我怎麼看呢 我就想 用兩句說話回答你 就是第一呢 就是跟神淑聰無關 第二呢 就是跟寒露節無關 因為呢 只是香港發生的 是 那因為神淑聰呢 是整個地球性的嘛 因為寒露節呢 也是整個地球性的嘛 那我又找不到其他國家 少少 我已經是故意去找的了 看看有沒有其他國家 有這些這樣的 很猴子出事 是啦 又沒有啊 那所以呢 我不覺得是一件什麼大的 玄學的新聞 那你說是跟香港有關的 那這個肯定的啦 是不是 OK 好 那進入去呢 我們每周都會有個十二生肖的提示 是不是 那不如這個時候 我們一起又來看看啦 好啦 那又是啦 你講六個 我講六個 好啊 那我首先講呢 就是熟老鼠 那在十月二十八至到十一月三號 這個禮拜裏面呢 就是說 美然多出助力憎 那即是說 那這個禮拜 即下個禮拜啦 那記住啦 那記住啦 多些講好說話 那就對你做事呢 有很大的助力和幫助的 好啦 繼續呢 就講牛啦 牛就是把握機會是能達 那就是說呢 叫牛的朋友 記得捉緊機會啦 那屬老虎的朋友呢 就是說 心心心舒搶運氣來 那即是說呢 啊 這個禮拜呢 你就會覺得整個人都醒了的 好像呢 覺得自己呢 就是又開心啦 那些運氣呢 又好像有好轉那樣 嗯哼 那跟著 跟著就講兔仔啦 時時刻刻莫遲到 記得不要遲到啊 記得不要遲到 遲到呢 就錯失機會啦 那好啦 屬龍的朋友 他說你 一言一行 多注意 那即是說呢 一定要守順 不要呢 就隨便 說得就說 好啦 蛇的朋友呢 留意就是 量力而為莫自困 那做到多少 就做多少啦 也都不要被自己的情緒 困住了在自己裏 是啊 不要懶得 行啦 等我來啦 那樣子就自己捉蟲了 那屬馬的朋友呢 就說 小心損傷防離氣 那就是說呢 那屬馬的朋友 在這個禮拜呢 那小心用一些刀啊 剪刀啊 那樣子很容易呢 就是一不留神就弄傷自己 嗯 嗯 繼續下來 羊的朋友呢 就是腸胃有災忌貪吃啊 嗯 所以呢 今個禮拜接下來 就要小心點吃東西啦 嗯 那屬猴的朋友呢 咦 他說 看顧幼小啊 倍耐性啊 那就是說呢 如果有小朋友要你照顧的 就是未必一定是父母照顧自己的小朋友的 例如是幼稚園的老師啊 那他們都是要看著一幫小朋友 就是記住一定要很有耐性的對他們 嗯 嗯 好了 熟雞的朋友呢 就是事不關己 莫勞心 所以呢 不關自己的事呢 就不要那麼多事啦 不要那麼諸事八卦 哈哈 好了 熟狗的朋友呢 他說失財失物多提防 那就是說熟狗的朋友呢 在這個禮拜呢 就很容易呢 就是疏忽啦 不記得賴頭殺尾啦 那放下了些東西又不記得拿啦 那尤其是下車啊 下的士的時候 哎呀 那所以就記得要回頭多望啊 是啊 嗯 最後熟豬的朋友呢 就是心有涟漪廢思量 那就是說呢 不要煩惱自尋啦 是啊 那連椅是怎樣產生的 是有人去動 激動了那個平靜的水面 那就是說呢 不要被人騷擾 自己呢 平靜些 不要呢 就是自尋煩惱 嗯 好 講完十二生肖啦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啦 那當然不少得呢 我們一字記之約呢 還有一個生活智慧篇 那我就經常跟師傅講 啊師傅啊你出了通性啦 那我們很多人呢 其實真的不懂得看的 有本呢 這個的智慧寶典呢 都不懂得好好善用喔 所以呢我就說 師傅你一定要在我們的節目裡面呢 都教一下我們的朋友 怎樣好好呢 去懂得我們這個 中國的智慧文化 是啦 那我都打算了 由今集 二零二集開始呢 就是逐點逐點呢 就將通性裡面 對你們生活有幫助的 一種解讀啦 那我就和大家分享 因為呢 我一直都覺得呢 民間生活智慧的寶典呢 這本寶典就是通性啦 那我今天要介紹些什麼呢 就是介紹個董工才日 和董工吉日的 你可以打開呢 首先打開今年先啦 2024年那本通性啦 那你看一下 接下來哪一天 是有一個這樣的董工才日 或者董工吉日呢 咦師傅 好 接下來我見到呢 10月的29號呢 就會有一個董工才日出現啦 是啦是啦 是啦 這個呢就是董工才日啦 那跟著呢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董工吉日啦 是啊 董工吉日呢 沒那麼後的 應該是11月的10 我見到了 哇 連續兩天啊 是啊 11月15號呢 就有這個董工吉日啦 是啊 但其實呢 接著11月16號 哇 連續三天都是董工吉日啊 是啊 那如果大家 手上面有我本通性的話呢 那你最緊要首先 第一樣要學的 就是學這個董工才日 和董工吉日 是啊 聽到都很開心啊 是啊 其實呢我做了一個懶人包的 是啊 那去求財吉日那裡 因為董工才日呢 是直接 如果你懂得利用董工才日 這一天做事的話呢 是直接將來呢 是會增加你們的收入的 嗯 那這個呢就是懶人包啦 那就全年看完哪一天 是董工才日 那就 那據 周吉學的文獻講呢 就是說 如果大家利用董工吉日 和董工才日去做些喜慶事啊 就算沒有喜慶呢 都特意請朋友吃飯啊 那如果喜慶事的 當然是說開張啊 入伙那些啦 那一切吉慶事都是好的 那尤其是還有說 就是說呢 他們說 快則六十日 慢則一百二十日 就會呢 就增財伯 益子孫 王家門 哇 聽起來都開心啊 哇 師傅啊 一到董工才日 或者董工吉日 我們就要約吃飯了 是啊 那還有 由上個禮拜開始呢 你不是介紹了我 這本這樣的 每年都出版的通勝 每個人都在問 師傅 在哪裏有得賣啊 你幫我再介紹一下 是啊 那很簡單的 如果你真的想買 2025年 整年的通勝的話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發售的了 是 那你很簡單可以 就馬上打個電話給師傅 就是 90995306 90995306 90995306 就跟師傅說 或者WhatsApp他 那他自不然就會和你溝通 怎樣可以買到半通勝的了 是 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呢 就可以上到師傅的天童館買 另外呢 又或者是可以寄給你 都可以的 好 所以大家記住了 把握著 2025年 我們也都會每集 和大家講多些關於 通勝裏面的寶典 等到大家都學懂了這個 中國生活智慧了 另外呢 我們也都和師傅 開始籌備 就是十二生肖的提示 和這個吹吉鼻胸的化解法的 所以呢 大家要密切留意啦 是啊 這個方法呢 就稍為特別一點的 和一般坊間用的那一兩種方法 稍為有些不同 我是將它合併了 那也都可以說呢 都是我自己一個獨門秘方來的 好 密切留意啦 好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 就和大家見面啦 拜拜 拜拜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給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